第一次见到用杀虫技杀史莱姆的 万万没想到 男主卧只是杀死了一只金色史莱姆 就掉落了一张价值十亿的卡片 然而高木并没有把卡片拿去换钱 而是二话不说放在额头上 用它召唤出了传说中的女神 结果女神却是一个小萝莉 不过这里可不是一世界 而是正儿八经的现实中的日本 自从13年前 世界各地出现了神秘的迷宫 政府规定 凡是15岁以上的人 都可以申请成为探索调查员 高木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 不过就在迷宫里 只敢打第一层的史莱姆 不知不觉已经打了999只 没想到值得纪念的第一千只 居然是一只金色史莱姆 高木用杀虫技一招秒杀 结果虽然这只史莱姆比较稀有 却没什么经验 只掉落了一张金色的侍从卡片 高木看了一下面板 还是女武神 名字叫西路菲 高木顿时陷入了兴奋 虽然没在官方资料库里找到相关信息 但他知道女武神是神话里的半神 说不定还是西游卡片的 不过他并没有将这件事告诉别人 等到把史莱姆的摸盒卖掉后 随口问了前台小姐姐一句 西游的侍从卡片能卖多少钱 小姐姐告诉他 神灵溪的西游卡 曾以十亿元成交 直接被高木吓傻了 一路神又一样走出迷宫 和外面的两个好兄弟会合 因为探索者通信证 可以在外面的游乐设施区免费游玩 这两个好兄弟 也是和高木第一次探索迷宫的队友 当时他们三人很快通过来第一层 结果刚到第二层 就被哥布林爆杀 浑身狼狈离开了迷宫 那之后 两个好兄弟说什么 也不愿意再进入迷宫了 只有高木还在坚持 坚持两年一直在大史莱姆 晚上泡在浴池里 纠结到底要不要把那张卡片卖掉 如果卖掉的话 就能尽情买新装备和武器了 甚至还能买富有游泳池的豪宅 因为太过纠结 高木一整晚都没睡着 第二天早上去上学的路上 碰到了刚好从家里出来的青梅春香 春香一直都不赞同高木去探索迷宫 高木也一直瞒着他 遇到两个好兄弟 赶紧把人拉到一边通气 春香肯定是察觉到了什么 但是并没有戳穿高木 思考了一夜 也没得出答案的高木 还问了两个好兄弟 兄弟们建议他别白日做梦了 还是先拿到西游卡片再说吧 是不是高木真的拿到了 最终他还是决定补买 一放学就迫不及待前往迷宫 找了片无人的地方 开始召唤卡片里风影着的侍从 一只巨大的天使飞了出来 紧接着身体倾下来 伸出手包裹住了高木 下一秒 大天使就消失了 出现在高木面前的 是一个刚打在腰的小萝莉 小萝莉一上来就管他叫主人 不是 这缩水也太多了吧 没错 这个小萝莉就是卡片里的西路飞 然而高木并没有因为白显罗莉而兴奋 只为自己逝去的失忆感到悲伤 再见了 我的失忆员 再见了 我的装备武器游戏和游泳池 不过看到眼前小萝莉这么可爱 高木也不忍心责备他 而这小萝莉在那里也不是没用处的 最起码他很会找史莱姆 而且一上来就放了一个大招 堪称用大炮打瘟子 史莱姆一老实求放过 高木也认识到了这个小萝莉的实力 结果再放了一个大招 西路飞就喊肚子饿 他的食物是史莱姆掉落的磨合 高木就捡起磨合亲手喂给了他 不得不说 威士这一瞬间还是很治愈的 因为西路飞每次达到怪物而使用力量的话 就必须吃磨合恢复力量 所以相当于闹白天白干 高木就只让西路飞复得着和史莱姆 最终还是由自己喷杀虫剂来解决 由于西路飞的协助 今天他也是收获颇风 他获得了史莱姆杀手的称号 效果是跟史莱姆战斗时 全能力值提升50% 这技能多少是有点难平了 察觉到高木的沮丧 西路飞就安慰他 能获得技能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主人 高木也确实被安慰到了 将西路飞收回了卡片中 才抱着一对魔盒出去 高木依旧没有暴露 自己捡到适从卡片的事情 结识只是自己运气好 前来小姐姐也只能接受这个结识 晚上高木回想着 在白天里迷宫发生的事情 感觉以后有西路飞的帮助 或许他可以尝试前往第二层了 还梦到了小说的事情 他和春香一起 看电视上对春香父亲的采访 春香父亲一脸坚定地告诉记者 总有一天 他会揭开迷宫之谜和他的真面目 第二天 高木再次踏入了迷宫 今天他要去第二层打哥布林了 因为他也想成为 像葛城队长那样的英雄 自从世界各地出现了迷宫之后 围绕着迷宫题词的电视剧也广泛出现 其中最受好评的 当说迷宫爱情故事 主角是兄妹两人 好家伙还是骨客呢 妹妹哭着说一定会救受伤的哥哥 然后掏出一瓶药水 还不忘念广告词 最后将药水倒进了自己嘴里 嘴对嘴喂给了哥哥 剧情到这里就暂停了 与之后事如何 尽情期待下一集 与此同时 高木也来到了第二层 因为第一次探索迷宫时的经历 直接想得双腿颤抖 希勒菲就关机的问他要不要紧 高木嘴上说着没关系 身体却那么诚实 希勒菲就主动握住他的手 给予主人勇气 总算是让高木冷静了下来 结果刚走没多久 希勒菲就说感知到了哥布林的气息 高木笑得转身拔腿就跑 脑海中却突然出现了春香附近的身影 他扪心自问 高木 你不是要从路人变英雄吗 他拍了拍脸 给自己打气 然后举起木棒 松了巴基的说 要去跟哥布林决意死战 不得不说 他们的运气还很好 遇到的第一只哥布林还在睡觉 高木问希勒菲能不能解决 希勒菲表示包在我身上 立刻跑了出去 将哥布林叫醒 正要放出大招 就被高木给拦下了 如果不能在这里打倒哥布林 他还怎么成为英雄 当然要是情况不妙 希勒菲还是得用他的大招 虽然声音喊得大 但是高木连敌人在哪儿都没看清 木棍直接挥了个空 而哥布林也愤怒地撞了上来 好在高木手里还有个盾牌 他思思扛住对方的顶撞 最后用力一推 将哥布林推了出去 紧接着再次挥起木棍攻击 万万没想到 这哥布林还会百分百空手接白刃 高木被震推出去 哥布林紧跟着扑了上来 前军一发之际 高木注意到摇上的沙虫剂 掏出沙虫剂 对他的脸喷了过去 哥布林立刻捂住了眼睛 趁他现在失明 高木举着木棍就冲了上去 结果关键时刻被石头绊倒 却没想到木棍刚好处在 哥布林肚皮上 一棍就被哥布林给处死了 打倒了第一只哥布林 高木激动到袭击而起 从此以后 他的心理阴影就消失了 西洛菲也跑过来 对主人吹彩虹啤 主人实在是太帅气了 而高木也胜了一截 还获得了哥布林杀手的圣号 成功杀了第一只哥布林后 高木的信心大大提升 带着西洛菲继续探索迷宫 两人互相配合着 又解决了好几只 而西洛菲虽然是迷宫产物 却对这个迷宫一点不了解 知道自己肩负着 帮助主人的职责 高木安慰他那就够了 以后他们可以一起了解 迷宫的事情 今天高木杀了好几只哥布林 但是为给了西洛菲几颗磨合 最后只带出了四枚换钱 专眼间到了周末 高木勒得直向他在床上一整天 基本如此第二天还是浑身僵硬 春香就问他是不是又跑去迷宫 高木依旧否认 表示自己也只是想变得 跟师洛星哥一样强壮 所以训练得太认真了 春香也只能接受这个解释 依旧没有戳破他的谎言 而高木将自己打败哥布林的事情 告诉了兄弟们 还说将挑战更下层 兄弟们却担心起来他的感情状况 大家都看出来春香对高木有意思 只有高木自己看不出来 天天就想着杀哥布林 就这样 高木白天上课 访学后就去迷宫 跟小洛丽亲亲我我 直接就修炼成了时间管理大师 不过在他的努力下 装备也更新了一番 从木棍换成了铁棍 唯一不便的还是杀充机 在一次升级后 高木还获得了神的祝福 这是赋予被神 这些眷属所爱者的能力 在升级时又会有能力加成 加成的程度 取决于神奇眷属的喜爱程度 高木瞬间兴奋起来 没想到他也获得了外挂技能 这肯定是西路飞带给他的 当场跪下给小洛丽道歉 小洛丽则是 只要主人开心我就开心了 能遇到高木这样的主人 真是太好了 终于他们遇到了 哥布林以外的魔兽 是一具骷髅架子 西路飞先放出杰杰抵挡 然后高木站在杰杰里进攻 没想到 连铁棍都对这玩意没用 高木只能让西路飞放大招了 果然还是大招管用 瞬间就秒了 这次掉落的是红色的魔盒 听到西路飞喊肚子饿 高木就把魔盒送他吃了 同时在心里给自己催眠 这魔盒应该也不值什么钱吧 结果出局一问 价值两百万以上 高木是后悔夜晚了 还想着西路飞那么兢兢业的帮他忙 吃一颗价值两百万的魔盒怎么了 安慰完自己后 高木又开始思考探索第三层的事情 到了第三层 就会有富士的怪物同时出现 为了到时候能够应对 高木决定从今天起自己一个人战斗 好好锻炼一下自己的势力 不能再依赖西路飞的大招了 听了高木的解释 西路飞自然是答应下来 还觉得高木为他考虑好幸福 然而接下来的高木 却是经历了一番苦战 最后浑身狼狈地走出迷宫 还不得已花钱买了恢复药水 为了赚钱 高木不得已又开始打史莱姆了 差点说漏嘴被春香察觉 这一天他又遇到一只细微的红色史莱姆 高木和西路飞配合着 将其拿下 我还没想到 又捡到一张侍从卡片 这次是子狙击恶魔 高木已经不用纠结了 二话不说 登场召唤 毫无疑问 这次出来的依旧是一个小萝莉 第一次见情商这么低的后宫发男主 几天是小萝莉之后 高木又白捡一个恶魔小萝莉 这路歇利亚的性格也跟小恶魔一个样 而高木却是再次绝望 他只喜欢大美人 不喜欢小萝莉 尤其是这种嘴臭小萝莉 依上来啥也没干 先讽刺几句高木 说感觉他不靠谱 脑子不大好使的样子 只能说小萝莉说的对 这番话却遭到了西路飞的不满 路歇利亚就解释 他们恶魔都这个样 两个小萝莉互相认识了一下 路歇利亚就直接伸手 向高木要磨合吃 刚好西路飞发现一只史莱姆 于是西路利亚就别让了一番大炮大蚊子 放了个大招 把最低级的史莱姆 轰得灰肥烟灭 吃完磨合还觉得不够 高木不给他 他也嫌高木小气 高木没办法 只能让他用另一招再杀个哥布林 这招可太残忍了 直接将哥布林吹到疯狂 魔盒自然是属于路歇利亚的 他觉得哥布林的比史莱姆的好吃 就立刻想要继续往下探索 被高木给拦住了 第三次的怪物会抱团 他们今天没做什么准备 所以打算明天再去 西路飞也劝路歇利亚 主任只是为他考虑 路歇利亚只能不情不愿地接受 到了第二天 高木带两个小萝莉再次踏出第三层 对准其中一只射了一发 居然射骗了 两只地狱犬一起也让他冲了过来 而高木吓得愣在原地不敢动弹 还是西路飞及时撑开了平掌 路歇利亚一个打招帮他解决 解决完后理所应当地问高木要磨何吃 一个不够还想要第二个 高木就忽悠他 再多刷几只才给他奖励 去忘了身边的西路飞一个都没得吃 接着他们又遇到了几头野猪 路歇利亚又是一发光炮顺秒 没想到还有一条罗网之鱼 这次高木终于射中野猪的眼睛 可野猪却重新站起来 继续往这边冲 高木居然吓得叹乱在地 结果轻急之下 射出的钢针刚好打在野猪身上 总算把野猪给打死了 西路飞立刻开启夸夸模式 而高木也升到了十一级 路歇利亚就问他要奖励 以至于今天虽然打的怪多 却没多少收获 离开地下城的路上 高木听到几个人讨论 他们要组织去第六层 忍不住心生羡慕 不过转念一想 自己身边也跟了两个 这么厉害的小洛莉 诺诺利应该也弄到第六层 一边想一边傻笑 连个好兄弟忍不住吐槽 他们还在这 因为考不上支援校正发愁呢 高木居然从没想过 这时春香也走了过来 问高木打算考哪里 他打算考王华学校 还问高木是不是也是 高木只能硬着头皮说是 但是对于学习依旧不上心 一放学又打了个小洛莉 去探索地下城了 而且越来越拼心 只给主动提出需求的 路歇利亚磨合吃 直接忽略到希露菲 路歇利亚打出最后一击的时候 就希露菲和路歇利亚 两个人都吃 证明会闹的孩子 的确有糖吃 高木居然一点没察觉出来 真不是个人呐 到了晚上 发现妈妈在看那个电视剧 是兄妹两人探索迷宫 结果来了个新人 妹妹就各种抱怨吃醋 高木忍不住脑补了 希露菲和路歇利亚角度的场景 第二天上去路上 又遇到了春香 跟春香说我有个朋友 然后把希露菲和路歇利亚的事 告诉了他们 春香就觉得 这种事情应该他主动去问 于是今天去地下城 高木只带了希露菲一个 说跟希露菲好好的谈一谈 希露菲脸瞬间就红了 还以为主人要跟自己说什么呢 结果就是说路歇利亚的 希露菲否认自己 并没有不喜欢路歇利亚 被高木一一载中文后 他总算鼓起勇气说了心事 他觉得高木偏爱路歇利亚 希望自己能遭到同等的待遇 而高木居然一点没察觉到 还疑惑自己哪里平安路歇利亚了 听到希露菲说 他的魔盒分配不均 而且自从路歇利亚来了 自己和主人的交流变少了 希望能和高木多说说话 高木这个人机还在那纠结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知错 高木虽然一点歉也没有 不过还是向希露菲保证 以后给路歇利亚多少魔盒 就给希露菲多少 也会尽量多和希露菲说话 之后果然一碗水端平 每次打完都要对两个小路里狂垮 不知不觉 希露菲甩先升级 属性提升了好多 他迫不及待的 展示了升级后的实力 一招秒了三只怪 但还有一头落网之鱼 希露菲就展开防护罩 野猪怎么撞都撞不开 路歇利亚正要攻击 高木却不愿意放过 这个自己出手的机会 一剑将野猪射死 这次他给了希露菲两颗魔盒 路歇利亚啥也没干 所以一颗都没有 看到主人真的改变了偏心的坏毛病 希露菲也鼓起勇气说 自己没吃饱 请求高木再给他一颗 看来升级后食欲也跟着增强了 搞得高木还挺沮丧 却没想起来 那些魔盒都是靠着两个小洛莉给他打的 连前代小姐姐都发现 最近高木拿来的魔盒变少了 高木觉得这样不行 第二天就只去了第一层 继续用杀虫机狂喷史莱姆 两个小洛莉在他旁边给他喊加油 是免败他探测史莱姆的位置 前代小姐姐又觉得 以高木的实力继续在第一层时浪费 建议他可以尝试一下第四层 高木自然也是想的 当天晚上就在网上搜索起了装备 想买一套全新的战斗服 但是那些高级战斗服全都贯得买不起 高木只能先赚钱 没想到这一天 居然又给他奔上一只特殊史莱姆 为什么这种人都能当欧皇 高木信心满满 觉得自己能再爆一张从者卡片 让希勒菲和卢西亚俩同时放大招 然而这次并没有掉落从者卡片 只有一颗魔法球 不过高木依旧很激动 有了这东西 他就能成为梦想中的法师了 干脆直接砸地上用了 成功获得了水系魔法 迫不及待去想试一试威力 刚好前面就出现一只魔物 高木想让希勒菲为自己撑起平掌 然后再射出一颗水球 结果一点伤害的没造成 反而把魔物给惹怒了 高木又有些的贪作在地 最终还得靠路歇利亚替他解决 但是小洛莉依旧就在夸夸夸 安慰主任能释放魔法已经很厉害了 高木悔不当初 早知道就直接卖了 晚上局森的坐在公园的秋情上 又遇到了春香 两个人就一起回家了 高木还是什么都不跟人家说 春香也就继续装傻充愣 感觉到春香有些生气 高木灵机一动 他该不会是和希勒菲一样吃醋了吧 男人怎么能说不行 但高木确实不行 连操过个小水球都把他累瘫 不过训练一段时间后 总算能将水球射出去了 虽然攻击看起来跟脑痒痒一样 一回家就倒在了床上 还梦到了小时候的事情 高木的梦想就是成为 葛城队长那样的英雄 绝对不能就此放弃 第二天 有训练将水球变成水方块 居然一次就成功了 接着又变成其他形状 可惜因为高木的力竭而失败 他筋疲力竞出去的时候 刚好撞上之前 一队冒险者中的大姐姐 大姐姐身为关心了两句 也是第一次 看有人去迷宫拼成这样 三人大手舞 决定今天一定比昨天 达到更多怪物 而高木因为太累 上课直接呼呼大睡 被老师叫起来 还在念叨特训的事情 下课后 兄弟们好奇问他是什么特训 高木也坦诚相告 刚是完就看到了春香 又赶紧改口 撒谎说是进行跳舞的特训 春香也就信了 还让他不要太勉强 学好后可以跳给自己看 之后高木还是进行特训 不知不觉 已经能熟练运用水球术了 被两个小萝莉真相夸赞 但打倒了这么多魔物 也没拿到什么经验 看来是第三层的魔物 已经不够看了 所以他决定去第四层 在那之前想把装备给买了 看这一身紧身意的高木 鲁西利亚表示被愁到了 高木只觉得他不识货 这个是超高级的战斗服 上面的纳米碳管 会保护他全身上下 就算有尖锐的剑 他费来也不会刺破衣服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可以提升魔法效果的手环 这样他那弱不经风的水球术 还能再提升一些 西鲁菲最会捧场 主人你可太会买东西了 可惜鲁西利亚一点也不关心 很快三人来到了第四层 这里绿化看起来很好 不像前三层那样疯狂 不过隐藏的危险也更多 一上来 西鲁菲就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气息 紧接着对面竟然钻出了一只大蟑螂 两个小洛莉吓得立刻包在一起 对着蟑螂疯狂放大 高木听到动静追上去 插着被误伤 西鲁菲更是直接扑进主人怀里 哭着说自己好害怕 鲁西利亚子还在傲娇 而西鲁菲又觉得 自己刚刚因为害怕丢下主人跑了 实在太不应该了 高木怎么可能真责备他 倒不如说多亏他们两个 让他们小队一鼓作气来到了第五层 才收集了这么多的魔盒 一想到那是大蟑螂掉的 刘西利亚嘴上说着不吃 身体那么诚实 就是这蟑螂魔盒的味道的确很不好 好在第五层的魔盒就正常了 高木看到后立刻射击 没想到直接穿了过去 还引起了对方的注意 直接喷射一波狂杀 好在西鲁菲及时撑开防护罩 看来物理攻击对两个怪物没用 那就只能靠陆谢利亚了 陆谢利亚一技大招 就把两头怪物全部收死 现在高木的技能还不上用场 要想探索第五层 只能靠陆谢利亚和西鲁菲 但他们又不想吃蟑螂魔盒 高木只能带着小瑞丽们暂时撤退 结果回去路上 发现一道不同寻常的墙 只有西鲁菲察觉到了一场 陆谢利亚什么都没感觉到 于是西鲁菲一刀雷劈下去 没想到真的批出一套秘密通道 三人毫无防备走了进去 刚进去路谢利亚就踩到了陷阱 一只剑朝高木射来 虽然没刺破衣服 但疼痛感还是一比一还原的 于是接下来高木就提醒他们 一定要注意脚下 结果刚说完 路谢利亚又一脚踩到了陷阱 已经有经验的高木 独定自己能躲开 没想到跳出去后 被点了个外脚里嫩 不过好在身体没有大碍 就这样历经磨难走了一路 三人总算来到一扇门前 高木思考了一下扭头就走 可是遭到两个小罗里一致反对 可是退又退不开 叙瑞菲干脆给他们炸了 然而进去后 等待他们却是两只魔物 一个是石魔 一个是史莱姆 事到如今也不能逃跑 高木就让路谢利亚和西罗菲一致击杀 没想到两个大招下去 对方的血量一点没减少 难道这次是魔法攻击没效果吗 而石魔已经冲了上来 好在西罗菲的屏障没有被无效化 帮他们挡下了这一击 高木趁机射出一只剑 直接摸入石魔的大腿上 看来物理攻击还是有用的 他就对着石魔疯狂射击 结果把剑射完了 对方都没倒下 早知道就不省一点钱了 石魔挥着拉牙棒不停地击打平场 旁边是路谢利亚 在跟史莱姆一对一 打得也很吃力 高木不得已继续于魔法手拙 没想到生成的水球 居然被冻结成了冰块 他就开始用冰块对着石魔射击 虽然威力还行 但是三法高木的魔力值就会见底 必须提高威力才有打败对方的希望 高木努力挥想特训内容 这一次直接生存了一根冰锥 直接射中了石魔的眼睛 紧接着又射出去同样的冰锥 总算将对方彻底消灭 接着他又逃出盾牌去协助路谢利亚 自己拿着盾牌和史莱姆硬钢 让希勒菲射出雷枪 结果没想到史莱姆的身体具有腐蚀性 好在希勒菲及时放出大招 史莱姆的身体也被炸掉一半 可生命值依旧没下降多少 高木本来打算就此撤退 脑海中又出现了偶像的影子 帕克斯要成为英雄的男人 想到这里他又一次冲了上去 躲开史莱姆的触手攻击 来到他面前直接掏出两瓶杀虫剂狂喷 居然真的挺有效 希勒菲也上前盛开防护臂支援 两瓶杀虫剂喷完后 高木掏出两瓶豪华版杀虫剂 史莱姆的血条迅速下降 就这样归零消失了 真是一场寒暂淋漓的战斗啊 结束后高木掏出回复药水食疗 路谢利亚和高木也成功升级 而高木更是获得新技能 超大史莱姆杀手 这么厉害的魔物 掉落的自然是西游魔盒 就是这把剑看起来跟有牛排刀一样 未免太小了吧 高木将魔盒拿给前台小姐姐鉴定 又跟他说 自己进入隐藏迷宫的事情 这是在里面捡到的 魔盒果然价值非常高 小姐姐也肯定了高木的实力 邀请他参与下周举观的活动 和小队挑战探索第七层 同时也是一场联欢会 高木自然不会拒绝 并且决定尽快攻略第六层